米粉釀青椒 首先煮米粉去水 讓它不要太濕 然後用胡椒粉、鹽、豉油、麻油 醃了豬肉 然後切材料 先把紅蘿蔔切絲 先把冬菇切絲 用新鮮的冬菇比較好 因為它有黏性 然後把蝦米切得很碎 但蝦米千萬不要浸水 就這樣乾來切碎 先炒豬肉 炒熟後拿開 然後洗鍋後炒蝦米 蝦米炒得很香 再加紅蘿蔔 再加冬菇 再加豬肉 再加豬肉 再加肉汁 炒好材料 炒好材料後 最後加米粉 加了米粉 要炒得很快 讓它不要黏著 炒炒炒 炒好後拿開 然後煮青椒 把青椒分開三份 切成小碗 把核子弄乾淨後 在鍋裡放些水 反轉成青椒 加少許鹽 然後蓋著它 讓它煮一下 反過來 照一下它透明後 就可以拿出來 拿出來後 將米粉釀進去 就完成了 首先因為軟糖 其實都很硬 所以我把軟糖 放在碗裡 下面再放熱水 讓軟糖更軟 用匙羹把它弄扁 用刀在四方 都做一個三角 這樣拿出來 就好像有一個 胡蝶的形象 然後再在中間 加一些其他顏色的 軟糖的裝飾 做個身 做個頭 做個鬚 然後就用一些 朱古力 用牙籤 用朱古力 在你喜歡畫的東西 在蝴蝶上面 蝴蝶身 或者蝴蝶酥 都畫一些東西 變成看出來 就好像一隻真的蝴蝶一樣